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是三月中 這時候我再在這裡提醒大家 因為四月底的個人報稅 你一定要做 如果尤其是你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報稅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留意 我未說之前就說明我不是甚麼會計 不是甚麼專家 因為報稅 全加拿大人來說 每個人都要做 除非你一輩子在這裡未賺過錢 就算你未賺過錢 你稍後聽我說 報稅都應該對你有益無害 尤其是如果你是新的來到這裡 無論是永久居民也好 新移民也好 或者在這裡做學生也好 都是要報稅的時候 每一年這麼繁複的事情都要做 首先說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將你的Paperwork 所有的Document 所有的資料要搜集 好了 如果你是有入息的 在加拿大有入息 你應該有個T4的 這個僱主一定要給你 你在2023年的時候做過事 他發過人工給你 你就一定會有T4 T4有工資 他給了多少 他扣了多少CPP 扣了多少EI 這些 那就有了 這個一定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加拿大 報稅的時候的收入 是World Wide Income 這件事都很窄 就是說 不單在加拿大賺的錢 你在全世界哪裡 賺的錢都要報的 如果你在香港 你就要繼續報 這個怎麼報呢 我不說 我不懂得說 還有 不要說賺錢 如果你在Foreign Asset 在除了加拿大以外的地方 無論美國好 香港好 中國大陸好 如果你的資產 在加拿大外面的資產 是多過10萬元的加幣 如果你要有貨幣的話 那你就要有貨幣 要有貨幣 你未必在那個房子的資產有 income 但你也要貨幣 這個要慢慢攪拌 通常是這樣的表 在哪裡拿呢? 以前你可以在郵政局、稅務局那樣拿 現在就省錢 要不就要怎樣下載 現在如果你去文具店買那個叫做Turbo Tax 幾十元而已 我不是跟他做什麼廣告 我沒有收他錢 有很多的Tax software 你就選擇一個你自己喜歡的 Tax software你買了 他有一些我用了 譬如他用好像interview 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你打下去 你的D4 Box多少 你賺多少錢 你給了多少稅 只要打下去就可以了 那些實在都挺好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快快去做影片 不要等到最後那天 最後那個禮拜才做 在個人入息稅 如果你是打工的 有老闆的 有T4的那些 就是4月30號 今年來講 4月30號最生氣的那天 如果你那天 還不報稅的話 可以online報了 如果你那天還不報稅的話 你欠了多少稅 他罰到很重的 所以就趁早搞定 搞定他就睡覺了 如果你是self-employed 就是自顧人士 就是6月17號 2024年的6月17號 就一定要報清你2023年的水 但是說得明白 你那時候報了 但是如果你是欠他稅的話 我管你多少 如果你算出來後來你是欠他錢的話 就麻煩你4月30號之前 就給他清 如果不是 就逐天跟你算息 這一段都挺稠的 如果你有Tax refund 那就沒得說了 就是他欠你錢 但是如果你欠他錢的話 他會發息的 麻煩你4月30號之前 就清清楚那些 你欠他有多少錢 現在說交稅交稅 加拿大就不是說只是交稅 他會退回稅給你 不得已 有一些東西你是可以 要不就做write off 清掉它 要不就更好一點 就叫Tax credit 這個不僅是退稅 你是有錢收 我逐個說了 有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做write off 就是說可以要來扣稅 這是很多的 這一排這幾年 都有很多人是work from home 在家裏有個home office work from home 這個是可以扣稅的 做deduction 這一個是扣一下扣一下 起碼不用付這麼多 這個合法的 另外如果你投資失敗 不是說破產 希望大家不會了 大家例是 但是如果你買了一些股票以前 去年買的時候 是虧了一本 即是那個虧了多少 那就可以看看怎樣 就可以要來扣了 你賺了 升了那些 那這個怎樣計算 你就問一些 知會一下 很聰明的那些人 這樣真是 哇 就是有得計的 但是這個記得 所以為什麼我第一件事 就要說所有的文件要齊備 那大家是好計算的 然後有一些 就叫做Tax Credit 這個很重要的 你應該要付多少稅 但是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Tax Credit 是Credit給你 你是有錢收的 減低你要付多少稅 還有有時候是有錢收的 有哪幾樣呢 就是看看大家在哪個省 這個很重要的 有一個是GST、HST的Credit 那這個就是按你的收入 你是可以拿回多少Credit 那這個如果你是用那些 Tax Software 它會是自動的 是計算了給你 跟你跟你申請賣 那這個很重要的 每個人都說 加拿大稅高稅高 這個是真的 但是有一些低一些收入的人士 是有Credit 稅給你 那這個他們叫做Negative Tax Rate 是付稅 正付過付 真的 是有時候你的稅額是付的 即是說 是政府會付錢給你的 這個是好事 但是看看你的收入是多少 還有 有很多我認識在香港來的那些 是有帶來幾個小孩來的 那就低過18歲 那麼低過18歲的人 在一個家庭那裡 那個父母是可以申請 這個叫做Canada Child Benefit Canada是可以申請這個 Canada Child Benefit 這個你小孩子要小過18歲 那這個你一定要填報稅表 那時候是申請的 那這個你就自己也都要 要是找人也好 要是在你的Tax Software那裡 就看看怎樣申請了 那麼詳細情形 就是我不可以拿著你的手來做 那你自己也要看看 但這個你一定要申請的 如果你有小孩子 小過18歲的話 Canada Child Benefit 另外一個呢 就現在杜魯多被人罵到懵懵懵懵的那個 就是Canada Carbon Rebate 如果大家知道現在為甚麼 自由黨的杜魯多被人罵得不正不正 就是加拿大有Carbon Tax 每一噸的Carbon 碳排放水 所以入油汽車入油時 為何忽然升了那麼多 原來這個月加了Carbon Tax 為何那時尤其是我在東岸 這個入油缸真的是Heating Oil 為何忽然升了那麼多 原來是加了Carbon Tax 電費都有Carbon Tax 所以所有人都要給 因為碳排放很多要控制 這不就很不攏 這裏冷到死 我又要上班 就看你的收入而定 這個聯邦政府 就每幾個月 好像是三個月四個月 我都不知道 就基於你的收入 去年的收入 每幾個月 每幾個月就會放些錢 放些錢在你的戶口 有個Maximum 還有看看你的自己的收入 在理論上就是你用了多少碳排放 它就資助你一點 因為回回碳排放稅給你 如果你收入高的話就回少一點 收入低又回多一點 實際上就是左手就右手去 右手就收回一點 左手就拿出去 就是這樣 這個你就不用直接特意申請 亦都是在你這個報稅表的時候 因為你報了你有多少入息 它就按幾個月就給你多少 這個replay給你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特意申請 如果你是在加拿大第一次買屋 說香港我有很多屋 如果你在加拿大第一次買屋 就有一個叫做 First Time Home Buyer 這樣的program 這個我沒份了 所以如果你在加拿大第一次買屋 買屋那一年是有一個rebate 那些給你 可以用了它 這個尤其是你剛剛新來 那怎樣用怎樣申請 我不知道 你自己填表的時候 然後就慢慢看一看 慢慢做一下研究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找人幫忙 這個無論是怎樣 有一些義務團體 政府團體什麼團體 是有tax clinic的 如果你的稅不是說認真 但是麻煩 你可以走去這些義務團體 尤其是新加拿大的居民 有那些社區社團 就有這些tax clinic 你可以問一下 認真再緊張一些 或者複雜一些 那沒辦法了 你都要付錢 找人幫你慢慢補稅 那這個沒辦法了 有病要看醫生 很多東西 這個連年都要一次 你自己學一下也是好事 如果你說真是頭都帶上去 那是真的很麻煩 那沒辦法了 唯有是付錢找人 說到盡 無論是怎樣 你說你的收入多高多低都好 都是file 填了這個報稅表 是心安理得一很多的 雖然有時候你說 我不用報稅 我沒有賺錢 這些就是你自己而已 但是我很記得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的時候 我做學生的零收入 即是負收入 都會報稅的 還有後來有了GST之後 有那些GST Rebate 雖然說沒有收入 或者收入狂低都好 你報稅後 是有錢收的 有個 Rebate 幾個月就會有 加拿大政府就付錢在你的戶口 因為你付了GST 你收入又低 真是有好處的 這個叫做Negative Tax Rate 我剛才說過 大家就好自為之 你打 好 還有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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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